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张老师我们来聊你的厨艺人生 真的 真的是很多才多知 我自己都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我们从头开始 早期是怎么样开始对厨艺有兴趣 因为我的阿公 他是一个传统的中泡塞 那我从小就看着他们在做那种流水洗的版斗开始 那别的小朋友在跳像皮筋的时候 我都蹲在旁边看 所以我就非常的有兴趣 那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 只要到餐厅用餐 看到那个菜色 我回去就会马上把它复制一次 都做得不错 可是这样的工作应该他们很怕让你碰吧 因为小时候这种汤汤水水都是烫的 对 可是我只能在旁边看 因为我爸爸他晚婚 那我叔叔早婚 所以我的堂哥年龄都跟我有差距 所以他们都去当所谓台湾人讲的嘴咖 那我只能在旁边这样蹲着看 但是还是充满着兴趣 这样子 他不会让我插手 因为我太小了 但是就埋下你的种子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下锅 本来我是在一家外商公司上班很多年 那就是因为家人喜欢吃这个烘焙甜点 那个凤梨酥 那以前早期讲真的 我们的年龄早期那个甜点什么都不是那么好吃 都很甜 然后后来就是家人喜欢吃 之前就是做一个很安分的上班族 但是这中间我没有忘记我的兴趣 我都有不断的那个就是说深造 那我有考上我们台湾的烘焙跟中式料理的证照 甚至于在中国大陆 我也有考取烘焙跟中式料理的证照 所以我都不忘进修 然后后来就是说平常都一直在拜明师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基研 公司他有优退的政策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我就提早退休 我想说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时候应该二十几岁而已吧 没有没有 也是有一点年纪的 而且我还在公司 外商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就出了我的第一本 台湾的以及烘焙烤照 那是烘焙以及是最高的最厉害 以及的那个证照书非常不好考 所以我有出了一本最高最难考的书 所以我那时候都有一直在进修 那后来想一想说 我等到五六十岁再退休 我根本什么都做不动了 所以我就四十几岁我就退下来 所以你一直在一般的行业 只是这种餐饮点心一直是兴趣就对 对对 但是我都一直不断在进修 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 所以我的日子都过得很充实 那我也开了个人的工作室 就是上班以外 我自己在家里 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然后有进修 一方面接订单 这样子 那一开始一开始 也是都做给家人吃 对对对 然后后来做给家人吃之后 就是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 那我就说 因为做太多 你根本吃不完 那我就会拿到 跟公司们同事分享 就没想到同事们都非常的膨胀 就说哇 你做的这么好吃 他要给我订所以就变成开始了 我的那个斜杠人生第二春 就是接一些订单 可是你刚讲到你很早就看到你要工作外汇 那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念餐饮课 讲真的那个非常的辛苦 而且我觉得没有休假日对我来讲 这种崇尚自由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 我觉得我就觉得我会很辛苦 我还是比较就是当一个上班族 还是早期那种观念厨师都是男生 对这个也有关系 而且你厨师好像有一些什么花扬光大 或是把它做得很好 好像很少 几乎没有 对而且做流水 是一定要大火快炒 所以那个一定要很有力 对对 女生就比较 其实早期只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想开个小咖啡厅 然后做做我的烘焙 中式料理点心 因为我是海陆 两种都会的 但是后来发现 哎呀真的太辛苦了 还是不要开店 因为台湾的电租真的蛮贵的 是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是在一般的职场 但是就是兴趣慢慢加减做 然后开始学一些证照这样子 然后就出书 40岁才开始入行 对对对 是这样子 就趁着优退的 但是以前就是说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晚上我的厨艺就有受到一些肯定 其实我有在外面偷偷的兼课 在教课 只是没有让公司知道而已 因为现在退休了 所以就可以说了这样子 可是你真的优退一开始会不会有点恐慌 因为难免收入一瞬间就没有了 可是也不会勒 因为当初公司给我们一笔很优厚的这个 它让你就是给我们用资钱 然后有领到一笔很好的奖金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平常就有在接单 而且我运气非常好 就是说我才退下来 不到一个月马上就有人介绍 我就到学校去教课 到高工啊 或者是社区大学去教课 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给年轻的烘焙是一个建议 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兴趣玩到一个一定的专业 才可以全职对不对 对 而且是真的是必须要投入非常多的那个时间跟精力 因为我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可是我那么多年来的这些进修 我家里几乎可以开一个面包店的那种设备了 已经是这样 所以我是中式料理跟烘焙 我是双管齐下 我两边都有都有在做这样子 其他的路还是蛮明显的 可是老师为什么会两边都想兼顾 因为最主要真的是爱吃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己会做 然后爱吃 然后你的对东西的品味 当然我所谓的品味不是价格 是他东西的味道 还有天然健康 那我觉得说我非常喜欢吃甜食 可是很矛盾 我又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努力去研发 所以我研究出来的改的配方都比原来的好吃 而且得到很多人肯定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让他不是很甜 但是又好吃就对 对 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四十几年才入行 这样算跟一般的这个餐饮科来比 其实一开始算起步会稍微晚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三十几岁其实就在外面PT了 都Part time 就是接工作室 然后就是说接订单 然后还有就是说一直在不断的进修 所以我的做菜的速度才会说快手就是这么利落 是因为我一定要很快的把我的订单做好 然后我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我第二天上班睡眠的时间 基本上应该是说我三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很早就已经 只是我那没有对外公开 都是这样 就因为早期的奸猜造成你的快手 对对 因为其实厨师很少标榜快手 他们都标榜这个东西要倒地 所以要怎么样 怎么一个步骤做得很精准 对对 但是做菜其实跟做烘焙 完全就说因为东西是同样的 那你接的订单都是重复的 所以熟能生巧 你先学会再学精 然后就学快 所以这样子它是不会影响 所以因为你如果我们又在上班 如果你速度太慢的话 势必要 而且你要东西做还要包装 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的 所以说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讲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样听起来一路都很顺遂 对对真的 我算是 都没有什么挫折或是 当然也有挫折 这中间当然教课 后来到社区大学教课 然后后来就因为又因为教的不错 又有人引荐 又到电视台去录节目 那因为录节目来讲 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你必须每次都是要有不同的菜色 要一直变化 对 那我在电视台录节美食节目 我同样是教烘焙跟教中式料理 点心也都有 那录了三年多的节目 让我收获非常大的 就是说 我可以跟全台湾对顶尖的一些厨师 我不仅仅是在那边当示范老师 而且我也是美食评审 所以我对后来自己的味蕾的那个要求就越来越高 是这样子 这个对我真的我的厨艺人生帮助很大 所以后来我为什么会慢慢的 比较少 除了在这个烘焙方面 我是在社区大学教这个国家考证照班 因为我有出一本乙籍的证照书 我就是说在学校固定教帮助一些学生们 社会人士考那个丙级证照 那个教课的我就教中式料理 也因为是上了那个美食节目那么多年的经验 然后还有一个阴言忌讳 也是有人介绍我到之前是台湾最大媒体 平面媒体的苹果日报 担任美食评审 从我们的这个母亲节蛋糕 因为我会做烘焙嘛 母亲节蛋糕 然后父亲节的爸爸节的那个蛋糕 然后还有中秋节的那个月饼 然后到年菜 我五个那个四大年节的评审 我一当就当了15年 他好像都有固定的专栏 对不对 他时间快到了 他就把很多蛋糕买来 他就是说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的 或者是端午节种子 大概前一两个月前 然后他就会通知厂商来做一个会集 然后来比赛 然后讲真的很可怕 蛋糕一吃就几百个 可是你只能说好话 你会写很残忍的 很现实的 没有比赛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残忍的 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是盲评啊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啊 所以好吃不好吃 讲真的啦 在一个小孩子 他没有什么社会经历来讲 他只要开始学会吃东西 你丢给他吃吃看 好吃不好吃 他马上立即分枪 最诚实 对 那个水果酸不酸甜不甜 他肯定很清楚的嘛 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 意外又得到很多乐趣 对 然后美食评审的十几年 大概十五年 我又品尝到台湾 对顶尖的厨师 因为有饭店通路嘛 他的年菜啊什么的 所以我吃了更多 又给我更多的创意 那人都是这样 你吃的越好吃的东西 吃多了 你对自己的品尝调味的功力 你一定是进步很多 所以后来对我在全台湾 甚至于到国外去教 这个中式料理的小处 真的是注意非常的大 这样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 会煮就一定会吃 但不应该是 他的品味 因为他会对自己 不断的会要求更高嘛 但是会吃不一定会煮 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就像说 会吃的也不见得会血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领域 但是煮是最根本的 所以只要你会煮 基本上大概都会吃就对 如果说你都一向自己本身 都煮的很不错的话 当然你的要求的标准 就会更高这样子 好那后来是上了节目之后 就眼界大开嘛 对不对 当然对 然后我的那个味蕾的 对自己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而且我发现 创意也会更丰硕 就觉得原来这个东西 也可以这样子结合 所谓料理无国界 我们原来想不到的东西 给它结合 没想到它竟然是这么的美味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店 都搞什么创意料理 或无菜单料理 是不是也是这样 大家都在寻找 自己的特色跟定位 当然当然 因为我觉得一个厨师 我们先讲 简单的中式料理来讲 一个厨师 我觉得他 因为我品尝过很多 台湾顶尖的厨师的料理 因为他们都会去 参加这个年菜的评比 因为只要有得奖 几乎业绩都可以提升很多 我就会发现 仔细去看说 这个厨师做的这一道菜 我觉得说 食材原选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要去比赛 我当然会挑最好的食材 可是这中间就是说 你的调味 火候 还有你的创意 这个才是真正评比的 你看像饭店通路做那么好 你用活的 我绝对不可能用死的 我们食材都一定是很棒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比什么 就是厨师 你的调味的功力 然后你的对调味料的黄金比例 然后这个是还有火候的控制 火候非常的重要 是为什么 你说炖火跳墙 炒牛肉丝 吸不消火候 这个都很重要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创意 如果你能够把不同的食材 把它做一个结合 然后把它提升到美味的最高境界 那你是不是成功 原来说 我原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竟然这么的好吃 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常常说做菜要什么 料到 材料的料 料到味到 料到味到 火候到 然后还要CP值 价钱公道 还要有一个很重要 第五道 心到心上 就是说有诚意 你敢做 你敢吃的东西 你才可以做给人家吃 所以我都一直秉持了这个五道 可是这个早期学这个厨艺 因为资讯不透明一些 没有网路一定要拜师 或者是要去从小助理开始做起 那现在的问题是资讯太多 对不对 对对 网路真真假讲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学生好幸福 真的很多 你看很多是五星级的大厨 哪一家饭店级的六星级点心师傅 甚至在国外留学很丰富的经历 他们也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像我们以前是想花钱都学不到 要不然就很贵 可是要怎么分辨适合自己的 或适合自己的客人 因为网路上太多免费的资料了 我是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现在当然也很流行线上课程 然后还有你如果说没有花钱去写线上课程 当然你网路谷歌也很多 美食节目也可以 也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 那个会不会NG 那你每个步骤方式 你有沒有交代的很清楚 那因为上电视节目 他不是美食节目不是不好 我自己也教过很多 但是就是说他毕竟受时间的限制 他每个细节 他没有办法交代的那么清楚 你只能这个隐约 这样子看 对对对 自己你自己说你能够吸收多少 我觉得完全是看个人的功力 这样没有什么好不好 就像一本书 每个人看过之后 他体会的一定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 对啊像你们这个老师都常在出书 那相信很多业者也会出书 那其实就是说到底怎么找书适合自己的路 对不对 因为现在要学做菜已经不是难事 对对没有错 不像早期这个没有网路 一定要是花大钱去学 对对对 那现在讲真的 以前真的你光是学一道 在我们早期那种年代 你光是学个欧巴美耍 没有花个几万块 人家不会教你的 因为那毕竟是人家都职业配方 可是你现在在看 当然网路上打着职业配方的是一大堆 好吃不好吃 讲真的是见仁见智 但是有时候像有时候我们在上课 学生也会跟我反应说 老师哪个老师教的那东西不好吃 我就会马上跟同学 我也不是纠正 我只是告诉他说 其实也不是说他的东西不好吃 可能是他的东西不合你的胃口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说 什么东西最好吃 妈妈的味道 因为你已经吃习惯了 胃已经被定住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做 那因为你妈妈从来没有做过 如果说你妈妈没有做过 你在外面吃到你还会认得好吃 那就表示这个厨师他是成功 他做这一道料理能够得到你的认同 是这样子 好那这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快速的发展 所以你们在出书的时候一些教的一些步骤 是不是菜色也都要做一些简化 不能够用传统的工法做的太难 大家也不想去 对对对对 其实像我在这一方面有做了非常深的这个研究 因为我常常在讲说 可能就是说我自己早年开个人工作室 累积的经验都觉得说公式一定要简化 我跟你讲像以拿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既会做烘焙又会做料理 可是讲真的有时候我也会Google到 或是去上一些老师的课 可是我讲真的不是他的东西不好 他的工序太麻烦了我都懒得做 因为真的是而且材料太复杂 所以我尽量就是说 比如说我会再把一些就是说比较传统的东西 然后我就把它工艺简化 像我之前就是很多人以前中秋节不是刚过吗 传统做那种利豆糕 他不是我要泡豆子 我要炒豆子还要过筛 这个工序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可是我就去把它研究 这些步骤全部简化 结果同学上了这个课说 老师真的好快 我原来学历都高这么简单 他都不晓得 我说是因为我把它工艺简化 所以我常常在就是说做这些料理的 我都尽量就想办法 把它就是说自己去测试 然后把它工艺简化到 然后我再把它介绍推广给同学 那每个人同学做出来就觉得 很那个驾轻就熟 还有就是说你出书或者是做菜 不管是在电视上教学 或者是说你在学校教课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配方一定要准确 步骤一定要交代清楚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 是对职业老师要有的职业道德 对啊因为我看到一些传统的食谱都是叫你一汤匙两汤匙 汤匙多大谁知道 没有没有真的我们都是有标准 像一般来讲 对像那个在那个一般的大卖场或者是烘焙彩料店 他有卖那个专用的那个汤匙 一大池一茶池一小池 好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还可以犯算 比如说一大池的水是多少克 就是有公尺就对 对他有一个标准的那个定量的那个 所以说我们因为像我们毕竟 其实我常常很佩服主厨们不管是餐厅或者是饭店的主厨 他们的手就是他们的棒称 他们一拿捏起来 就像面点是一捏多少 我剂子要多少 我就是几公克 可是你要考虑到一点 家庭主物他不是天天在做 你是天天在做 所以说配方一定要交代的很清楚 这个重量比 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如果重量比再不对的话 然后他加上他又没有经验 可能他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觉得他如果失败 他就会挫折很深 那如果说你在教学上 你如果让学生他们都做好了 很容易上手 那我觉得他们有成就感 又可以跟家人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推动再去进修 再学的一个动力 而且家人有一个很好 第一个家人很有口福 还有一个人眼会变得非常的好 因为你都会敦亲目淋 你的好朋友都会请大家吃 这样子 那也有会因为这样你的东西好吃 人家来给你订东西 你就得到订单了 所以说很棒的 老师走过这么多年 应该会看到很多 大家对食材的一些变化 对不对 现在大家会追求一些天然的 或远行的 或者是一些当季的东西 早期好像比较不会有这种概念 因为讲真的早期没有那么进步 然后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 那只是觉得说作为美味好吃 那这些年来真的是国内国外 还有网路上的讯息都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有健康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给食物化妆 所谓为什么人 怎么食物有化妆 当然有吧 你给他上色素 那是不是就像女生擦腮红 你给他香料 是不是就是擦香水 所以说我们尽量做到 不给食物化妆 我觉得这个就是尽量去做 当然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因为有些东西 你就说他原来就无色无味的 那你没有办法 但是家也要适量 而且如果说有一些添加剂 也一定是要在国家的食品化 那安全规格以内 这样就OK了 对啊 我看到这本书 其实一开始讲到一些织物 原来这么烟萝卜这么简单 我以前都觉得很难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 烟萝卜不难 重点是什么 他那个黄金匹地 也就是我刚刚强调的这个配方 而且这个都是我以身试法 自己去试吃 从一个小瘦子吃成一个胖子 你知道这中间互出的 这种职业伤害是没有理赔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的这个烟萝卜 白艺之舞 哇帮同学带来非常大的商机 其实到我这个年龄 我最快乐的适应就是 我帮助同学们他们赚钱 我真的好开心 真的 帮学生创业 而且现在经济这么大环境 这么不景气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也是希望大家的日子 可以过得好一点 那如果学生来找你 是不是一开始他要先离心 他到底想卖什么 因为老师会的东西太多 他一定要先确定他的兴趣 对他有需求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当然我也有接one by one的课 甚至于国外的学生来台湾 跟我一夜时间 因为有时候他们回台湾的时间 他们比如说他很喜欢我的某一堂课 可是因为他们回国的时间 没办法配合 那我要我的档期要跟全省的教室配合 所以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一起 当然one by one的终点费就比较贵 我都尽量不要接 我们讲真的 我们要体谅别人 会来跟你学种小吃 讲这基本上的环境也都不是很好的人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尽量能够帮助他们 不要让他们花太多钱 我觉得这样子就好 我会根据他们的诉求 也会给他们一点建议 如果说他的资本很少 或是说没有什么前创业的话 我基本会教他 比如说卖馄饨啊 卖水饺 这个没有存货的问题 而且当一个小小的个体户 花不到五千块就可以创业了 很多人透过这个冷冻栽培 你没有卖完了 你就冷冻冷冻水饺嘛 可以卖冷冻水饺 而且这个卖馄饨跟卖水饺 基本上他花费不多 成本低 成本很低 我常跟学生讲说 五千块钱就可以创业 来上老师一堂课才多少钱 然后买个投机买个围裙 然后有一个冷冻的 人家钓鱼的保温箱 那一张麻将桌 还不用全开的一半的 就可以创业 但是一定要弄得干净清洁 在七楼下住个小小的地方 我觉得就OK了 那老师教过很多学生 相信一定很多学生出去创业 然后又遇到困难 又来找老师 然后请你去现场看看 那你看过这么多 大概都什么问题比较多 还好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 个体户 个体户都是妈妈 就是家里的客厅 就是工厂的 比较多 像这种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因为第一个 我的配方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 他在做的有一些有问题 他在操作过程中 我会给他一些指点 所以他基本上这种 几乎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不是说东西开了之后 开店就会顺利 是不是东西 有时候难免东西做了 就是跟你教的不一样 对还有做出了 还有有的 有些学生喜欢乱改配方 他可能就 創意配方 对他就说像有一个学生很好玩 像我的铁蛋也是台湾很有名的 我真的是国内国外都教了 然后他做出来 为什么老师你的怎么那么好吃 因为我有带 做好的都有带到现场给学生吃 如果开团体班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做出来 怎么跟你都不一样 差那些 你会怎么好吃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错误 所以我每天信息都很多都看不完 然后他就说我用什么 我说很重要 酱油你是用哪个牌子的 他就说用哪个 我说那老师不是用这个牌子 你为什么用这个牌子 当然我不是说在替哪个酱油打广告 是因为每家酱油的厂牌 它的咸甜度 颜色都不一样 做出来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用这个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因为他上次去上某个卤味老师的课 他那个老师说这一支酱油非常的好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一支酱油也不错 只是他适合做在那一个商品的卤味上 那老师的这个咸甜度 可能就是适合这一支酱油 所以说你先按照老师的配方的比例 做一次看看 如果不成功 你再来问我 结果他就成功了 所以你们都试过很多种了 对对对 我们是我酱油就不知道换了多少加 因为每家的咸甜度不一样 色泽也不一样 就像做卤味一样 可能我这一个铁蛋适合这一支酱油 那我可能做卤味或是别的 我可能就不适合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试 都是把最好的才会教出来 要不然你不弄好 你一次就被打枪了 学生的很厉害 他们的 因为他们都是吸收日夜之精华 你看不管是中式料理 拜饭店的大厨 拜学校的老师 到处去学 对他们其实他们各方面 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 高手在民间 所以说有证照的他不见得做得好 没有证照的他不一定做不好 因为这是一种功利经验的累积 对因为我看很多那个百年老店都是小店面 对对 人家他做得很好 然后他维持他商品的品质 对 我觉得然后开业数态度要亲切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那最重要就是把你的东西顾好 也不用很多 人家说丢桌的一支就够了 真的好吃的东西一样卖一样就够了 对对不用把自己搞得很复杂 累了要死光是备料就累死人了 这样也不好 对啊真的 我们到乡下看那个百年老店都是传统店面 都没有什么装潢 都是老店 都排店排到 对对 而且那个传统的古早味 我跟你讲年龄越大的话 真的会回味无穷 而且还会带进一点那种生活上的回忆 你就会吃到这个东西 想到你当时的一些情形 我觉得是真的很很棒 所以为什么传统的味道一直都存在 因为它真的有存在的必要 它是每个人的回忆 所以这样讲真的有心要学这个烘焙 或者是点心这个餐饮的话 是不是真的把书买回去 好好照这个标准的配方先好好学 对对对 学没多久就急着乱改 对对 而且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那你之前 不管是one by one 或者是说全省国内国外 你的终点费交学费也不便宜 因为我的东西很好吃 也很受到学生的肯定 那你出的书的话 配方会一样吗 他以为你书会用 对对或是淘唱包 他们会这样认为 我一本书才卖多少钱 我一堂课就多少钱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放心 老师是一个有职业道德人 我既然我不学的 我要教的话 我已经就是请郎全出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讲真的 我觉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过一段话 就是我非常的受感动 就是说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有人认为说我要多有名 我要多有钱 我的地位要多大多高 其实讲真的 我能够赢过多少人 其实后来那个老师跟我讲一句话 我真的很受感动 他说成功对他来讲的定义 不是他要有多有钱 要多有地位 要赢过多少人 重点在意你能够帮助多少人 这个对他来讲 后来我觉得说 对成功的定义 其实是你真正能够影响 多少人帮助多少人 然后来改变他们的人生 后来我觉得这一句话 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他说 当我们的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双手 需要别人牵引提拔的时候 我们的掌心是朝上 可是当我们有能力提拔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掌心朝下 我们要去拉拔别人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说 我的能力小力量小 我就不做 我就是尽本分去做 物以量小而不为 我还是要做 就是说我能够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所以即使一本书 还是掏心掏肺 当然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出一本书 跟生一个孩子一样的痛苦 而且当初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很纠结 好的东西太多 但是毕竟我的体力有限 我本来意计从要出60道 就是后来因为听 我有一些讲真的 我私人的一些配方 有些我还没有整个请郎而出 后来就是听那个老师讲说 你要帮助更多的人 后来我想一想 对 我既然要出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的体力是不是能够 复合再出下一本书 因为我之前也出了好几本了 所以我就会在想说 那我就尽量 那我就变成出到80几道 那短短的四天内 一天拍20几道 后来出版社的编辑才跟我讲说 老师你真的很厉害 说一个正常 哪怕是饭店的大主厨 一天拍15道 到后面精神都错乱了 可是我一天都拍超过20道 当然我要非常感谢 我有四个很得力的助手 他们来协助我 备料啦 洗菜啦 切菜 当然买菜都是我自己去买 这真的每一道菜都 那个顺序步骤都要 对要拍得很清楚 所以说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张老师你真的很用心 你连这一本书 你在教人家 那个连那个水饺 20路40路 要怎么装的盒子 你既然都拍得清清楚楚的 我说真的 我说我就是这么用心 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难怪书名会叫创业秘籍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妹妹 咔咔跟屁股 你没有去上 你都不晓得 你就是要去学的 而且我都把它交代得很清楚 那你按照 而且图文很多 而且我跟出版社讲说 每一个步骤 哪一些都要拍 那因为出版社也知道 我别的都好商量 很随和 这个我很龟毛 步骤很龟毛 对所以他就全力都配合我 所以会取这个名字 是不是指说 只要你真的东西做得好 步骤到位的话 基本上创业就成功不远 这个是最主要 东西要好吃 东西要好吃 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什么 第一个你的环境 还有你设的市场的 还有你的点 如果说你的点都没有起操 都没有人潮的话 你要卖给谁 所以说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说我一般会对学生们建议 就是说 你一开始先不要去想说 你要想要做多大 因为你要想做多大 你下的资本就要有多大 你先从小小的个体户开始做起 把你的口碑做出来了 我就说我们家那边市场 就有一个水饺妈妈 她刚开始就像我刚讲的 她只是一个半张的麻将桌 然后在菜市场的 马路边的大楼下 边包边卖 对这样子 她现在已经租店面 而且有好几个妈妈在包水饺 已经做到这种规模 你那时候有吃过吗 有啊有吃过 我也蛮肯定它的味道 而且还好几个口味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只要你努力 然后你用心 我是觉得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 好像老师这么会煮 这么会吃 那是不是你如果说 真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吃一个陌生的食物 你一开始你的步骤都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一个专业的美食家 不是 不吃掉 就是说品尝这一道美味的时候 第一个我就是说 当然它的食材新鲜度的 我如果说当然这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你是自己到外面去吃 比如说到小吃或到餐厅吃 然后当然如果是评比又不一样 如果是比赛的话 当然你就会要求的会更高 更多 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材料的新鲜度 食材 然后它的卖相 它的搭配 因为你他们是要卖的东西 所以要有还有具备有卖相 就像说我在外面吃小吃 它如果做的好吃环境弄的干净 我觉得这样就OK 这样就够了 可是如果说你是比赛的话 而且不管是比赛 如果说你今天是餐厅卖的菜色 你是有营业的 我觉得这种的要求就会比较 就是说我不可能就是说 我炒一盘青菜 我还里面看到草吧 这是最基本的 那就是说有一些菜式 还有就是说你吃遇到虾子 它有没有抽长衣 当然这会细节会影响 你如果说再好吃的 所以说我常常就是对一些饭店主厨 他们如果做到最虾这道菜 我对于他们是不是有把虾子抽长衣 这个我会比较注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 你饭店的通路 你的虾子卖这么贵 那我觉得你的价钱 应该是包含在这个工序里面 应该要把这个抽到 那如果说你在外面买大卖场 他卖的那么便宜 讲真的我就不会对他要求 那么高 是因为不一样 因为消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外地 平民小吃的话 是不是一开始我们都先吃原味比较好 对没有错 品尝它本来的味道 再去加料 对对像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常常买那个水饺 以前我在公司上班族的时候 有时候会买外面的水饺 大家办公室人最会这样 揪团团购 结果中午一煮来吃 哇他马上辣椒这样沾了就吃了 我说这样子是不对的 我说你应该要先吃原味 后来你知道吗 有一次他先吃了 好好吃这水饺好好吃 结果等我去吃 我忙完去吃的时候 我说这个水饺收了 他说哪有 我说超生了 我说酸败了 你吃吃看 他一次啊真的 我说因为你沾辣椒酱 把原来的味道都压过了 所以坏掉了你都不知道 一定要先吃原味的 这样子 那也才知道说 他的味道调的怎么样 那你要再加附加的佐料 要再宰物吃 那你就自己再去选择这样子 也可以训练自己的味脸 对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就算你不会煮 你至少也要会吃嘛 对 所以说 有些人就会常常问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 你们去当评审 你们一天吃的几百个粽子 几百个蛋糕 几百道年菜 你们还分得出好吃不好吃吗 我说当然分得出啊 你一吃好不好吃 你的那个是很敏感的 怎么会知道会不好吃 好吃的马上就跳出来 因为是要训练的啦 一般人可能吃一到后面就会腻掉了 就搞不清楚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是职业的关系 我们就非常的敏锐度 那个敏就非常的高 就一吃大概都不能都知道 因为吃的多嘛 有选择 就像说一个人 你常常再吃 吃多 你就看得多 就知道这个好不好吃 这东西有没有熟 你一看就知道了 而且真的比赛 你们都一小口一小口 又不可能一次吃掉一颗 对对 但是一小口一小口 我还是吐掉 因为吃不下去 你想想看 我们平常上喜宴 吃喜酒 吃到菜 吃完都已经撑到不行 你哪有办法一天吃几百道 我们都是垃圾桶 跟着评审走的 走到哪里 已经吐完 一次 所以就开玩笑说 用一次来漱口 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吞不下去 就是确定好 那个味道就可以了 不一定真的要吞下去 但是有一点 就是比较没办法克服的 就是喝汤 因为汤讲真的 你没有吞下去 比较难平 一定要入口 对对对 因为它有鱼印 后印有时候出来 所以汤真的是没有办法说 喝一下然后就吐掉 是一定要吞下去了 所以平汤你就很痛苦 一直灌 对对对 没办法 那个是一定要 但是你可以把上面的油给撇掉 就不用吃那么多的油 这样也不好 好 最后我们请老师来介绍你 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个米其林 哇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对我 因为我是在想一想说 我当老师已经也那么多年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自己的代表作 我都是教人家 所以说 而且我在国内当评审已经十几年 而且都是最大的平面媒体 所以我是觉得我也想要肯定一下自己的这个 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 所以我就参加国际级世界级的比赛 而且很荣幸就是说 有200多外的国际的那个 都是重量级的主厨在评比这个比利时 ITQI这种 而且绝佳风味奖 最佳三颗心的荣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我觉得人生走过一趟 总是要为自己留下一点记忆点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做产品 还有我出书的这种一个里程碑 就觉得说 我曾经也出过书 我曾经也做过了这个产品 然后来得奖 我就觉得说 你自己肯定没有用 要大家的肯定 要国际的肯定 对这个很重要 老师要不要讲一下它的原料 这个鸦片麻辣坚果酱很重要的 它是素食的 然后它是有五种的坚果 密制而成的 有腰果 南瓜籽 杏仁 杏仁调等等白芝麻 而且它很健康 而且我因为我自己严选食材 所以我的油脂用得非常好 然后它香气十足 那不管你 拌饭拌面 入菜 甚至于夹馒头白饭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这个万用拌酱 而且我觉得很荣幸的是 今年 五星级的饭店的老爷酒店 台北店 他买我的这个酱料 去参加今年 那个年菜的评比 在电视台比赛 他居然得到第一名 就是用我这个酱料去入菜 用坚果做酱很难 坚果是硬的 对 但是你要知道 它如果拌在 比如说白斩鸡 白切肉上面 它就有加分 软中带硬的口感 对然后又很丰富 然后又有香气 像你白切肉 白斩鸡 像有的人会去沾蒜泥酱油 那你不沾蒜泥酱油 你就沾这个 而且这个最简单 你很很简单 比如说 那个鱼片烫一烫 蔬菜烫一烫 新鲜的再加上 松板肉烫一烫 这个把它淋上去 真的美味 而且真的是可以从家庭料理做到宴客菜 就我就像吃素人怎么办 很简单 现在台湾的杏鲍菇非常的便宜 我就会跟学生讲说 你挑比较大的杏鲍菇 然后切这么两公分的高度 把它十字切花 然后用平底锅 你要用奶油 或者用橄榄油 沙拉油都可以煎一煎 好像干贝一样 然后这个酱淋在上面 你看是不是就是干贝 所以只有加分 所以这个真的是万用酱料 我是觉得重点是 其实它有没有得奖 对我来讲当然是一种肯定 最重要是因为它好吃 它美味好吃 可是你应该有很多尝试 试过很多次配方调整比例 对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主持人我开发这一道 我研发总共几代 人家常常以前骂人家 祖宗18代 讲真的 我一点都没有说法 我改良了18代 然后才去 确定了我才去SGS认证 黄金配方就对 对我到自己满意 因为我觉得说 我如果自己不满意的 就像说我引领台湾的风潮 很多老师都因为我有这一支产品 我开始在教这一课产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 是用素食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用意 他们只能做婚的 因为他们做不出那个香气 学习模仿的很多 对 copy的 所以我常常就像我交铁蛋也是很多人copy 很多我开什么水饺专修班 开的不错 很多人都一窝蜂 所以说有时候是觉得刚开始会有一点郁闷 为什么我的课开的别人就后来想一想 哎呀反正大家都是 都是那个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就不要讲那么多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真的是用心在做这一支酱料 而且讲真的 最重点是 我觉得它可以帮助那些素食者们 带来非常好的 因为素食它那个 可以吃的东西它品相不多 而且是又比较健康 对对 不能老 而且我也不太建议说素食者 他们吃那种豆制品或加工品太多 对啊 不健康 对对 那我觉得吃坚果的话 又可以帮助有一些素食人 他们吃 我觉得 而且把美味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快手除凉 盐花酱料 让你有美味的人生 所以它坚果应该吃起来有那个颗粒感 有有有 我的都是颗粒 而且不是像市面上也有人在卖是什么 坚果酱它是打 但是我不是 我都是有颗粒 很丰富的口感 这样嚼起来很棒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有的人 他是做了一段时间 我有看过一些配方 他们可能一段时间 它的坚果它不会脆 它会皮掉 软掉 可是我的是不会的 所以我才会研究的18代 就是这样子 有些人泡在里面泡久的坚果 然后坚果 它可能在处理的时候 它的工序上 它的用的一些香料 可能它有含水力 那你知道水分 就会影响坚果的 那个爽脆的口感 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是觉得 真的是要用心做一支产品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只是说 我很开心 就是说 做到我自己要求的满意度 我觉得也可以得到 世界级的评审的肯定 对我来讲真的是 我满感动 我也很开心 真的 老师你知道他们怎么评比吗 是干着这样子直接沾吗 没有 没有 他们要载料 其实我就跟他们讲很简单 国外一定有小黄瓜吧 小黄瓜切 切一切拍一拍 这个淋上去 就是一道美味的佳肴了 这么简单 因为平时他不可能为你去做什么 水煮肉 什么那些 他不可能 这样我就跟他们讲 这样他们就可以吃 而且一个好的酱料 讲真的 他除了只要他的风味调的好的话 其实他窄物 就是搭配任何的东西吃 他都是非常好吃 不管是蔬果类 海鲜类 肉类的话 我觉得他都非常好吃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 老爷酒店的这个 才会用我的酱料 而且他不是做素的 他是做荤的 他把他淋到这个肉上面去拌酱 都没想到 哇既然得到台湾的这些评审 因为我自己 我没有评审 因为我东西有那个 我不是这一届的评审 可是既然国内的一些 知名的部落客 还有很知名的美食家 他们都评出是第一名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好吃的东西 真的挡不住也藏不住的 真的 所以老师不是只有快手 还要很厉害 没有 要当老师真的也不容易 而且你要去研发一些 就是说要赶在前头 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去测试 那很重要就是说 你做任何东西 一定要缩短他的工艺 工序 这个很重要 简化就对 对 你太啰嗦太麻烦 讲真的 我觉得家庭主顾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最重要一点 创业班 时间就是成本 你工序越多 你时间大越长 不管你自己做 还是请人家来做的话 你是不是 你的成本就变高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最难就是 把很复杂的东西 用很简单的方式 对 而且很多同学会觉得 就是说 那他去上课 我网路上Google一下 美食节目看一看 但是讲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 线上课程 他交代的很清楚 那当然别的老师出书 我是不晓得 至于我自己出的书 我一定是配方式 完全按照我的职业良心 跟我之前one by one 一堂收几万块钱的课 完全都一模一样 那你还有用心去做 我是觉得 讲真的 创业 而且要缩短 他的时间跟共益 然后降低成本 那他们真正去做创业 是要能够赚到钱 才能够叫做创业 这样子 你要帮助他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现在创业的形势 越来越多 不是真的就像传统租个店 有时候在家工作 他也是时间成本 对 而且你一个东西 你要想想 他不是只有原物料 比如说他的瓶装 他的包装纸 等等都是成本 还有瓦斯电费 还有很多人都没有算到的 你自己的工钱 忙了半年 可能你只能就是算 换工钱而已 所以说这个很多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简化工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快手出娘张立龙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